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題 他說一字三角形ABC中 這個角B在這邊 它是90度它是一個直角 其餘的各角角度如上圖所示 要求XY的直 我們來看題目給了我們四個角 一個就是這個角A是X度 然後這裡是Y度 這裡是X加5 這邊是2S-15 這個題目裡面 要求SY 我們大概很明顯就可以觀察到 這個Y是這個三角形DCE 裡面的這個角C的外角 那我用黃色把這個三角形畫出來 好 這三角形DCE 它的外角剛好是這個Y度 那我們都知道 外角的度數會等於兩內對角的和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式子 告訴我們說 Y會等於X加上5 以後再加上2X-15 兩內對角的和 外角度數會等於兩內對角的和 這是我們得到的第一個式子 那緊接下來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X跟Y X跟Y剛好在一個直角三角形裡面 其中有一個角是90度 那我們都知道 內角和定理告訴我們說 三角形的內角和是180 那180被他拿走90了 所以剩下的90就是X跟Y的和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 用紅色的線把它畫出來 就在這個直角三角形裡面 那直角三角形的內角和應該也是180 那被他拿走90了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第二個關係 是告訴我們說 X加Y會等於90度 因為180被他拿走90 剩下SI就是90度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從黃色三角形裡面 得到黃色這個式子 從紅色這個三角形裡面 得到紅色這個式子 那現在有兩個位置數兩個式子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很典型的 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式子 抄過來在前面這個地方 首先簡單的式子寫在上面 第一個就是X加Y會等於90 那第二個就是Y會等於X加5 再加上2X減15 好那我們來整理一下 首先第一個 S加Y等於90 照抄 第二個式子我們來整理一下 Y會等於X加2S就會等於3X 加5再減15就會等於減10 好這叫24 那這個是一式 24 24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Y就會等於3S減10 那我們當然就是24代入一式 看到Y就換成3S減10 24代入一式 那就會得到S加Y 那看到Y啦 Y就可以換成3X減10 等於90 照抄 好X加3X就會等於4X 減11相過去就會等於90加10 等於100 所以4X等於100 X就會等於4除過去 100除以4 X就等於25 X就等於25 這時候X就算出來了 可是題目還要Y啊 那怎麼辦呢 我們當然就是代入24 在這裡 好 所以Y會等於3X減10嘛 那X我們已經算出來25了 所以就是3乘以25 減掉10 3乘以25等於75啊 75減掉10 所以算出來等於65 因此啊我們就可以作答啦 XA等於25 然後Y就會等於65 好這道題目就完成了 那我們回頭來看一下這道題目 我們做了什麼東西呢 我們大概只要 我們只利用了兩個東西啦 一個就是在黃色這個三角形裡面 我們利用外角定理 告訴我們說 外角的度數會等於兩內對角的合 那就列出了這個等式 那在這個紅色的這個三角形啊 我們就用三角形的內角合定理 它告訴我們說內角合是180 那被它拿走90啊 所以剩下的這個SY加起來就是90 那我們就得到第二個式子 然後再把這個兩個式子 解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 就可以把答案算出來了